我們現在做個小測驗 看能不能從細節區分 我現在講的是誰 這個項目呢 成立於2019年 成立於美國舊金山 創辦人來自史丹佛大學 他們的目標是打造 用戶自製 去中心化的數位生態圈 核心產品是一個手機APP 免費註冊 而且只要你定期打開手機 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持續發幣給你 他們最近已經累積了 超過百萬真實用戶 並且儘管是熊市 卻逆勢上架了 國際主流交易所 我想可能會有一半的人 果斷選擇Wordcoin 另一半則斷言就是Pi币 事實上以上的描述 兩者都完全吻合 欸 先別的質疑 看到後面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儘管他們在主流 加密貨幣社群間 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雖然正防兩面的論述都有 但Chad GBD之父 Sam Altman的項目 世界幣 Wordcoin 卻更多被認為 是由AI支持的普世空投幣 至少是一檔正經的區塊鏈項目 而Nikolas Kekaliz的Pi Network 也就是社群間常常會聽到的Pi币 卻經常被認為是空氣币 甚至使用傳銷币的罵名在接 這兩個項目 真的差異這麼大嗎 到底是Pi Network 距離正經幣權項目 只缺了什麼臨門一角 還是Wordcoin 一旦剝掉層層包裝 會令人驚覺 它才是另一個唐一騙局 哈囉大家好我是腦哥 這支影片我本來是想介紹 Chad GBD之父創立的Wordcoin項目 因為我深受它AI驅動的 普世空投幣理念所吸引 但隨著資料又要越深 驚覺它跟Pi Network也太相似了 而且在與Pi Network對比中 也讓我發現了一些思路上的盲點 所幸我就把這兩個項目 來做一個對比 這部影片我們會依序介紹 Wordcoin是什麼 Pi Network是什麼 這兩者之間有何相同相異 社群對它們各自有何誤會 以及縱觀各種資訊 它們各自未來可能如何發展 我們應不應該出賣自己的紅魔 或該不該加入Pi大軍 我知道很多畢圈人對Pi Network頗有為詞 放心我都知道 但這次我也是多查了一下 才發現現在的Pi跟我印象中有點不同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吧 讓我們先從Wordcoin開始 想要了解Wordcoin 你得先認識一個叫做UBI的名詞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 或翻譯做普世收入 這是一個主張 只要你是個活在地球上的人 無論種族 年紀 性別 甚至工作與否 都應該保障你的一份基本收入 隨著ChattGPT在年初的爆紅 許多人開始討論 AI有沒有可能最終會搶走我們的飯碗 而正當大家還沉浸在這份未知的恐懼中 ChattGPT背後的公司 OpenAI執行長 那個可能要被視為罪魁禍首的人 Sam Altman 反而跳出來告訴大家 他早就想過了這個問題 還替大家想好解放了 沒錯 這個解放正式名為 Warcoin的UBI計劃 作為ChattGPT這款殺手及AI的始作俑者 Sam比任何人都相信 人工智慧終究會取代 許多原本由真人來做的工作 而到了那個時候 由AI工作賺的錢 就應該分發給全世界的人民 讓AI存在的意義能完整 不是搶走你工作之後讓你餓死 而是替代你工作 但薪水還是發給你 這個概念 抱持這樣的理念 Sam Altman作為共同創辦人 在2019年成立了一間 叫做Tools for Humanity 簡稱TFH的公司 顧名思義是要開發 追求人類所得正義的工具 而這個工具 就是一上線就走紅的 世界比WLD了 Worldcoin是一款打造在以太坊區塊鏈上的 ERC20加密貨幣 如果你用膝蓋去想 你也知道想要打造一套 讓全世界人類都可以不工作 不被中心化機構審查 就領到的基本收入 有如天方夜譚般困難 但是有多困難 它至少有三大難題需要克服 首先要克服的是 你要發什麼貨幣給它 最直覺的想法 國際上可能是美金 但即使USDollar是全球最流通的貨幣 那終究是中心化實體 能完全掌控的法幣 更何況那可是美帝 像我這個第一關 已經在2008年被中本中解決了 區塊鏈與加密貨幣的技術 不但可以做到全球無國界 即使結算 自我托管 免出中介等優勢 所有發展出的以太坊 與其豐富的生態 還可以讓這個貨幣 直接有使用場景 於是 Walkman很合理的選擇了以太鏈 以及透過時下正夯的Layer 2技術 Optimistic Rollup 來發行WLDP 解決擴展性的問題 而第二個難關是 公平的分配 大部分全新的加密貨幣項目 會使用IEO或是ICO的方式 或前陣子很流行的荷蘭市拍賣 讓人們出價者得 來發行它的幣給大眾 不然就是直接用空投的方式 發幣到特地用戶的錢包地址 但Walkman的理念 沒有要從用戶身上賺錢 它也不僅僅是分配給特地用戶 就該滿意 它要分配給的是全地球上的人類 不能多也不能少 這就意味著 它要有辦法做出 80億人口的身份識別 來避免有人額外創建 2000個假帳號來盜領WLD 大部分B圈的身份驗證 都是靠你的身份證 駕照 國家發行ID來做KYC 但這種驗證機制 明顯過於中心化 在某些地區甚至直接不可行 而現階段 其他人做的去中心化身份系統 DID 又還不夠成熟 怎麼慢呢 Walkman團隊可以說意高人膽大 他們直接開發了一套 全新的生物辨別設備 叫做ORB 只要你是個人類 這個球可以掃描你的眼睛紅魔 再將紅魔圖片 轉化成一串加密的哈希碼 稱為紅魔碼 Iris Code 而這串代碼 就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你的新世界公民身份證字號 WorldID 它發行了一個身份證給全人類 下載他們的手機軟體WorldApp 就能在宇宙間識別你的身份 獨一無二 其實這也不是那麼難懂 有點像FaceID 或者是指紋辨識 但差別在FaceID 可能有百萬分之一的失誤率 但WorldID的紅魔技術 可以分辨數十億人 這樣的精準程度 足以納入地球上的所有人類了吧 到這個階段 一套可運行的UBI 已經漸漸成型 一旦你掃完紅魔 在手機完成WorldID身份識別 開啟錢包 你就可以立刻先拿到25顆WLD 並且之後每星期 都可以上線領取一顆全新的WLD 無論人種 年紀 地區 只要你連得到網路 恭喜你 Sam Altman的人類救贖計劃 你已經是一份子了 而狹帶Sam的另一間公司 OpenAI爆紅的氣勢 今年7月WorldCoin很快就宣布 正式上線主網 並且立刻就上架到 國際最頂尖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币安與OKX等 你每週躺在沙發上淋的WLD 確確實實可以換成正確 即使台灣在我錄製影片的當下 都還沒有引進ORB機器 WLD依然在意識之間 佔據了所有币圈的新聞版面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作為一檔完全空投幣 也就是你根本不用付給它一毛錢 WorldCoin在币圈收穫的兩極評價 卻意外的多 除了人們對紅魔辨識技術 存在隱私疑慮之外 還有許多其他的擔憂 其中就包括了上面說的 三大難題中的第三項 WLD如何獲取價值 而這個部分 我們後面會提到 相對WorldCoin PiNetwork的成名時間更早 在2019年 你就能在App Store下載PiApp 開始挖PiB 創辦自史丹佛大學的 Nikolas Kakalis教授 為首的學者團隊 PiNetwork 失款希望透過創新的挖礦方式 讓全民都能投入 加密貨幣生態的 社交型币圈項目 你會發現 因為時代背景的不同 PiNetwork主打的訴求跟口號 與WorldCoin填差地緣 當時UBI跟AI的概念 都還沒有那麼多人討論 以空投為宣傳手段的項目 也沒那麼多 所以儘管用戶做的事情都一樣 都是你要打開手機 App按一下 就會定期收到币 PiNetwork的市場定位 不稱作空投 而是成為社交挖礦 我覺得這可能是大部分 币圈人比較少 直接拿WLD跟Pi對比 但PiNetwork為主的圈子 卻實際上這樣子比較的原因之一 PiNetwork跟WorldCoin其中一個不同 是它的創辦人沒有自帶AI光環 作為在熊市上線的一檔項目 在沒有知名投資與ICO收入的情況下 PiNetwork如何打開市場知名度 就變得非常關鍵 而這也可能是它名聲不好的原因之一 他們拓展的方式非常簡單粗暴 說白了 就是人拉人 透過所謂的先鋒大使安全圈機制 PiB鼓勵所有用戶帶上親朋好友 一起下載PiAPP 並每天點亮閃電 你邀請的親朋好友越多 你每天挖到的PiB就越多 這基本上是讓每個成為Pi礦工的人 也成為Pi推廣者的概念 也如早期加入Pi圈子 還真的不用什麼成本 每天也只需要花10秒 就能看著手機場的PiB累積 就算當下它沒有實際購買力的價值 無本發夢 免費領個樂透彩的事情 卻也沒有什麼不好 於是一傳十 十傳百 PiNetwork甚至在某些地方 都比比特幣還要來得有名 我大二的時候就有被社團同學推坑 去挖過PiB 還分享給市場的同學 現在手機裡面也有APP 現場我連推廣比特幣 都沒有像這樣子去推廣給身邊的朋友 這個經濟模型的威力 可見一斑 雖然PiNetwork 它同樣沒有要求用戶拿一分錢來購買 但你要說這個模型它有什麼問題 可能就是它實在是傳播的太快了吧 太多過度熱心的大使們 把這個還沒有上線的主網的項目 吹捧得太高 讓許多幣圈人看得都傻眼 人家就算是迷因幣 至少都還能在二三線的交易所買賣 你這個連個主網 連個區塊鏈都沒有的項目 還敢打著加密貨幣的旗幣吵這麼大聲 你不是空氣幣 誰是空氣幣 而且每一年的3月14號圓州綠日 也就是圓州綠Pi的紀念日 PiNetwork也都會有許多相關的新聞 或是即將上線主網的消息 雖然最後都會有人來批謠說 那些不是官方消息 但社群還是漸漸感覺 Pi的項目方如果真的有新上線主網 上架交易所 好就上了 就連今年孫哥宣布火幣上架PiToken 大家也是一看就知道 那只是個假的PiB 沒有儲存跟提現的選項 幾次雷聲大 雨點小的市場消息 似乎也間接顯示Pi 依然沒有任何進展 那順帶一提 從每天開始我發現PiNetwork 開始置入一些自動播放的廣告 從完全零成本挖Pi 變成要看廣告才能挖 我就漸漸失去 每天上線點的動力了 畢竟本來當它是零成本樂透 現在變成了看廣告樂透 心裡就有點不是滋味了 但儘管如此 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怎麼會讓你頗幹意外 一個人會認為 PiNetwork至今不但沒有上大牌交易所 甚至連個區塊鏈都沒有出來 根本就是只有社群炒作 沒有技術開發 但事實上 PiNetwork還真的有持續的技術開發 我記得以前看的時候都還沒有這些 但現在你可以在它的官網上 直接看到非常多正經加密貨幣項目 會有的發展近況與路線 他們有舉辦黑客松 讓社群一同貢獻 他們的代碼有上Github 任何人可以從這邊看到 他們開源的程式碼 他們由手機挖礦以外的節點開始運作 他們現在有錢包 助記池 也有區塊鏈瀏覽器 他們有他們獨特的共識機制 並且經歷過一陣子的測試網 目前是封閉主網的階段 你可以說它的確還沒有開放主網 還沒有所謂的跨鏈橋 可以跟其他區塊鏈生態互動 但它確實有著開發進度 有著Roadmap 也可以轉帳 老實說我看到這些有些嚇到 因為如果你的項目把這件事情都做了 那你要搞個區塊鏈出來 其實一點都不難 對於派幣 另一個可能會讓你意外的點是 你以為派幣沒有辦法交易 或是沒有上到主流認可的交易所 而事實上 遷移到主網的派幣 是可以轉移的 據說也有數十家商家 願意接受派幣購物 而上交易所這件事情就更有趣了 大家都知道火幣交易所上 有一個虛擬的派幣 但是如果只有它一加完 沒有人當一回事 但如果你到CoinGecko上面看 你會發現除了火幣 這間叫做Bitmart的交易所 也有拍USDT的交易隊 如果說今天不只有一間交易所 用同樣的價格交易拍 那這一個價格 似乎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了 但當然這前提是Bitmart 不是孫哥旗下的利益圈 欸 你如果沒有聽過Bitmart 我不意外 但如果你對Bitmart感到耳熟 你一定是我們每週一 币權週報系列的忠實觀眾 在8月7日的币權週報 我們的其中一篇新聞 就是這篇美國知名媒體 CNBC票選的 200大金融科技公司 這200家公司中 币權公司佔了5家 交易所佔了其中3家 币安、Coinbase 而另一間就是這個Bitmart 如果說CNBC的判斷有參考價值 那你甚至可以說 某種意義上 Bitmart是僅次於币安 跟Coinbase的主流平台 至少它應該不是太野籍的交易所 總之 PiBeat目前沒有辦法 跟主流的币權交互是真的 這也當然不是能輕視的問題 但它已經不是幾年前那個 只有人拉人推廣 按閃電看廣告 但零技術的項目了 核心團隊看起來 是有在做事的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 WLD跟Pi這兩個項目 相似或巧合的程度 有多麼誇張 而有哪些關鍵的不同 決定的差異 首先就像影片開頭說的 這兩個手機挖礦空投的項目 背後的公司 都在2019年成立 都成立在美國舊金山 共同創辦人當中 比較有代表性的內位 又都來自史丹佛大學 產品、時間、地點、人物都重合了 而且有趣的是 當我查到這裡的時候 我還特別好奇去查 他們在史丹佛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同期呢 答案是 根據維基百科 Walkcoin的共同創辦人 Sam Altman 只有在2005年 在史丹佛讀了一年 然後就載學了 就這麼巧 同一年 PiB的創辦人 Nicolas博士 就剛好在史丹佛 攻讀碩士學位 氣死極恐 除此之外 這兩個項目的願景 策略 用戶端的產品樣貌 打開手機點一下就能領币 發行的币號稱將有功能性 白皮書表示會有治理權 堅持不發ICO跟用戶收錢 等等雷同之處 我們在上面都講過了 就不再強調 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也都採用了 先到者拿更多 後來者拿更少的擴張策略 PiNetwork表示 他們參考了比特幣 早期的礦工挖礦速度 會比現在的礦工快 所以它出幣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而Walkcoin的白皮書上的代幣分配 描述了相同的概念 並且 Walkcoin ORB DAS的獎勵方式 也是你少了越多人轟摸 你可以領到越多WLD 這也是與PiNetwork DAS 邀請越多人 挖Pi速度越快 頗為相似 然而 儘管有這麼多相似甚至巧合之處 我們都知道Pi不是WLD 能做到一上主網就上必安 Walkcoin與PiB 除了上述的相同處 肯定還有其他關鍵的不同 而預知的關鍵不同在哪裡 下個禮拜的同一時間 敬請收看 Walkcoin VS Pi Network下集 WLD與PiB的關鍵差異 以及Walkcoin在社群間的最大質疑 它有沒有可能 就是AI包裝下的 寬意陷阱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Walkcoin背後的公司與組織 是TFH與Walkcoin Foundation 不是OpenAI 甚至就連創辦人 Sam Altman的公開採訪中 他也提到 短期來說 我們是希望人們會因為 相信它未來的價值 而購買WLDB 新的買家 會是早期玩家的收入來源 這背後有沒有可能藏著 巨大商機或是陰謀呢